大家好,我們是第三組 泡蛙蝦影域分析小組 我們的組員有 于波瑋、王喬冠、胡春玉、王雨萱和林偉 那我們今天要講的故事是 泡蛙蝦如何運用成功的行銷策略 跟阿運元分析達到Allist 成為巴西最大的電商 那我們就開始吧 大家好,我就是間諜 我是一名在Allist公司奉獻 干預生命十年以上的老員工 常年受到上司沒人性的欺負與打壓 完全沒有成長空間的 我終於決定離開這裡 投向新東家好友錢的懷抱 好友錢打算創立一家新公司叫做炮子生 並計劃於今年打敗境地Allist公司 為了報復前老闆 而我是說 為了協助好友錢達到這個目標 我潛入Allist獲得前東家數據展開市場調查 好友錢告訴我他想知道Allist在巴西哪一州的市場最弱 並選擇採取跟知名個案Walmart相同的鄉村包圍都市策略 修旦積累 什麼是鄉村包圍都市 我們作為後勁廠商並且還不具有足夠的資源 與Allist系列競爭 因而採取走入鄉鎮 從人口較稀少的區域著手經營的拓展路線 鄉村和小城鎮的消費力雖然看起來遠不如城市 但是也因此使得一般的電商平台忽略其重要性 並且不曾把經營重心放在這些地區 我們預計以鄉村作為出發點 避免遭受到過多的競爭和挑戰 在我們進行市場分析後發現 老天啊南部地區市場已飽和 但沒關係我們本來就打算反向操作 因此我們決定針對客戶最少的15個州作為策略對象 好友前分析出在這15週裡最熱門的產品以及賣家到底都躲在哪裡 準備插手市場 因此我幫忙做了單項分析找出評分最高的產品 以及雙項分析整理出銷售額最高的商品 綜合以上兩個分析 好友前發現這些用戶對美容保健的評價跟銷售額都是最高的 並打算先進攻該市場 他決定參考Sephora在網路商店的成功技巧 首先我們提供顧客於平台上可一次瀏覽所有產品試用的評論 讓大家可以互相參考心得 並且導入AI臉部辨識技術 使顧客能於購買產品前看見各種彩妝於身上的適合度 這樣就不怕花晕往前了 是不是好棒棒 我們甚至還在平台提供顧客彩妝技巧 提升顧客自信度 最後尋找適合的Call作為產品行銷 在調整美妝保健的行銷策略後 好友前接著根據分析地圖 發現由於買賣家雙方的距離遠近將影響運費 而且右上角區塊里明顯買家遠大於賣家數量 因此我們決定針對此區域找出潛力賣家 我們深信在降低運費與改善使用平台後 將促進買家消費 因此該區域絕對是值得開發的市場 下一步驟 好友前開始針對賣家形態進行分析 我們發現大部分營收高的賣家都屬於CAT 評分高的都是Wolf 根據DISP人格分析 CAT買家通常較為穩定 善於穩扎穩打的行銷 而Wolf買家則傾向用良心買賣 且認真淨值 同時發現一個關鍵 Oleys買家的申請平台賬號的數量 雖然在2017年10月劇烈增加 但在2018年已經不再有劇烈浮動 可以得知 Oleys的市場也許已經趨近飽和 我們堅信接下來就是屬於炮子生公司的時代了 因此好友前制定了他的策略 第一 我們想要佔取先進者優勢 以農村供取城市 那就從最適合的地圖右上角區塊開始 第二 針對該地區營收最高且平價最高的商品 進行推銷 就決定是你了 美容保健 今晚 我想來點 消費者 第三 想吸引消費者 就先降低運費 吸引賣家大作戰 我們運用成功公式 CAT加Wolf製造Money 最後我宣布 Oleys 將成為時代的眼淚 浩子生的時代來了 因為會員已經飽和了 在此次分析後 浩子生營運分析小組發想出延伸問題 也就是多高的運費佔 費用的比例上限是消費者可以接受的 運費和買賣家的距離有關 這筆資料結果可以進而得知多遠的買賣家距離會減少買家購買的欲望 所以我們希望探討好有錢用這個資料來分配賣家的位置 但畢竟要吸引被動是賣家去一開始買家不多的地方 那一定要用補貼的方式 而補貼就變成好有錢的成本 因此為了讓補貼的成本變小 好有錢必須知道偏鄉的賣家與賣家之間方圓多少距離不會互相搶到客人 同時又能吸引偏鄉的潛水買家 當買家變多以後又會有更多 主動是賣家進駐 此時好有錢就能把偏鄉的客群都拉攏完 整個市場都因為好有錢的策略而飽和